回到全球聊天室 全球碳排放量占比最高的产业 其实是建筑与营建业 从联合国这份联合国环境署公布的数据 我们来看建筑营造 它全球碳排放占比真的很大 快占了37% 这比起其他产业的31% 还有运输业的26% 都还要明显的高 所以全球要是真的有感 想来个有感减碳 建筑业就一定要参与 而台湾我们也陆续推出了法令 还有各式各样的优惠 积极带动绿建筑产业发展 一起来看我们这则采访报道 墙上一线多个特殊专片 以户外温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 具有隔热能力 在网上一看 屋顶斜前面的太阳冷板和急热管 让每天发电量大于耗电量 能源自给自足 从户外走进室内 还可以发现用物联网装置 侦测调节 保持室内恒温的巧思 在这之中加入了非常多创新的设计 包含我们如何在空间的使用分区上面 做出了一个玻璃的盒子 在这个玻璃盒子里面去蓄热 同时我们做出了一些比较深的阳台 让它在这地方可以有一些比较阴凉的空间 那对应在欧洲跟台湾的天气 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这个温度的空气呢 我们就各自从这两个地方 把温度给把这个空气给换进我们的室内来 所以让我们这个室内呢 得到一个非常稳定舒适的气温 跟它的湿度 这栋名为台湾错的房子 是由阳明交大跨领域设计科学中心 带领学生一起建造完成 在德国搭建参赛原型屋 教筑欧洲杯太阳能十项全能绿建筑竞赛 成功摘下建筑项目金奖 以及创新项目铜奖 而建筑的梁柱楼板等 都是以南投柳山执作而成 是台湾首作100%国产中木购建筑 台湾在木购造建筑上面 其实在全球的这个趋势下面 是稍微落后的一点点 那这个落后呢 其实并不是在 我们没有足够的林业资源 反而是我们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其实缺乏这个有效的 去使用这个林业的资源 木头它有一个非常低的 热传导的系数 所以我们的房子它的热 其实很不容易从外面导进来 也很不容易从里面导出去 所以让我们里面跟外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绝缘的保护 串联庞大产业链自产自制 从建材生产到组装 都是附碳排放 当台湾设计实力要上国际的同时 其实国内已经有不少绿建筑 融入我们的生活 挑高八米的图书馆大厅 放眼望去全是木质设计 空气中融合了书香与木头香气 走到二楼越南区 有一大片落地窗 阳光直射进来采光家 四楼天花墙面 以矿石化作用干燥行程的 绿建材钻研板制作而成 天窗吊扇能帮助照明 加强空调节能 往户外走去 南侧外观有45本大书组成 设计相当新颖 这里是桃园中立龙岗图书馆 更是具有钻石标章的绿建筑 它除了遮阳之外 它也有隔音的作用 还有就是视线 因为我们前面都是一些老旧的房子 那它坐在窗边的话 它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干净的 很大片的一个木构造 每一本书里面 它还是运藏着一些排水的实际的系统 它就形成一个45本大书形成的书群的过滤系统 那过滤阳光啊声音啊水啊等等的 龙岗图书馆有不少绿建筑基本元素 包括太阳能光电系统 每年发电量约1.9万度 可减少10.06吨碳排放量 还有回收雨水设备 并搭配两个5吨主机槽 以及室内75%绿建材 变频节能空调等 能同时达到开源节流功效 也让越来越多人了解何谓绿建筑 台湾的民众其实对建筑很陌生 我现在如果有一个绿建筑标章 那是政府认证的嘛 那我就可以跟机关讲跟学校讲 他们就会来参访 我们这个图书馆后来还算蛮受欢迎的 镜头转到华航总部园区 漫步在布道上 被七里香 白木达草等1万多株植物环绕 4.7公顷基地 绿化面积就占了27% 又因为种植桥木灌木 地坯三大类多层次的绿化植物 比种植单一类植物 可以多吸收9000吨的二氧化碳 不仅缓和高温气候 减少噪音还能美化环境 我们园区这边有非常多样 而且以多层次方式的呈现 然后搭配台湾的原生树种 在实物上面的确让我们员工在工作之余 透过这个园区的一个漫步这部分 来体验这个绿化环境 不只湖外屡仪盎然 华航顶楼架设312片太阳冷板 年发电量21万度 地下室厂房内有雨水回收设备 一年回收量高达1.2万吨 提供厕所 喷水池 以及直批灌溉用水 拉一下灯立刻熄灭 接着就能离开座位 办公室里设置独立灯聚拉环 全体动员参与省电大作战 绿建筑的成效也相当显著 2021年用电量与前一年相比 降低6.2% 用水也减少10% 2008年BOD案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导入了绿建筑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地 以及我们工程的这个内容上考量上 我们是从基地的符合 或者说绿化量 以及基地保水 以及日行的节能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水资源 等四项的这个 绿建筑的这个指标 永续发展是普世价值 建筑也朝节能减碳方向发展 为减缓全球暖化 进一份力而台湾是绿建筑密度最高的国家 除了政府和业者持续精进 关键技术与发展策略 民众在购物或租屋时 也可以主动把绿建筑 绿建为优先考量 共同实践 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 除了台湾全球当然也有 非常多的绿建筑 而且很多都盖得又精致又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交代大家到英国到巴林 到日本还有到美国西雅图 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国积极打造绿建筑 朝节能减碳永续发展迈进 民众有更多机会可以欣赏建筑美学 这座在英国名为水晶的绿建筑 有强大的采光设计 白天完全利用自然光 满足照明需求 比同样大小的办公大楼 减少五成用电量 建筑屋的屋顶有雨水收集器 还设有黑水回收设备 污水经过处理循环后 转化为饮用水 整体碳排放量也减少65% 是一个具有永续性的代表地标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访 240公尺高 50层楼的双子塔建筑 是中东国家巴林的世界贸易中心 流畅的线条设计 具有强烈视觉震撼力 深绿宝石色的玻璃 与周边沙漠景观和海上风光 融为一体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两座大厦之间设置了锋利涡轮 可以提供一年120万度的电 相当于300个家庭用电量 有助于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量 是全世界首座将锋利发电涡轮机 放进摩天大楼的建筑 绿色植物形成的瀑布阶梯 一路流泄到建筑物入口处 有超过3万5千株植物 仿佛是大型庭园 淤淤冲冲的景象让人难以忘怀 这是日本阿库罗斯福岗基金大厦 最大特色是系统化的排水设计 水源可以从建筑物的顶部往下流 进一步提供周围植物 充足水分 产生自动灌溉的特性 自然采光更节省大量能源消耗 是全球知名的旅建筑之一 从高空往下看 将近400平大的太阳能板相当壮观 美国西雅图布利特中心 被誉为世界上最环保可持续的建筑之一 有长达250年的使用寿命 布利特中心有82%的自然采光设计 建筑内部也设有自己自足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 像是倾斜的屋顶能采集雨水 过滤进化后能直接饮用 在追求与地球环境共生共融下 建筑一步步朝绿色路线前进 也让更多人生活在健康的空间里